列车进阵闸门红灯闪烁 往上一看月台上方还有光调 一下绿色一下黄色吸引大家注意 迁运快到了的意思吧 绿色的车就比较空 然后红色的车就比较涌挤 正确答案光调颜色代表车厢涌挤程度 绿色表示人少舒适 移动没有阻碍 黄色人潮普通容易移动 橘色代表人潮变多 需要互相礼让一下 红色就是指人多涌挤不好移动 如果是比较赶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车厢可能就进去 但如果带小孩的话 就会可能绕走远一点 我觉得是OK的 台北捷运每天平均运量超过200万人次 提升舒适度 北捷响出便民设施 目前光调限定一共四站 包括蓝线的中校复兴站 龙山四站 红线局线的明泉西路站 以及局线的三重国小站 我们透过的压力转换成个电的讯号 透过个压力值 压力值就代表它的一个重量 然后对我们的转换之后 变成我们车厢的拥挤度 以重量判断拥挤程度 月台的神秘光调 就算列车还没到站 对车厢状况也能一目了然 旁边的小电视两分钟轮播一次 同样以颜色显示车内情况 方便大家选择车厢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 因为我们月台电视是用轮播的方式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改成 是一个常驻的方式 让旅客直接在我们的月台电视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讯号 书运巧思一举两得 尖锋时刻节省引导人力 同时提升搭乘便利性 三连新闻 各位宣传 回台北 三连新闻